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國務院印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為香港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她盼望尤其是住在新界西和北部的港人 日後可以去前海上班 有好運報道 林鄭月娥接受内地傳媒訪問時 指今次前海阔區令到前海更近香港之餘 亦為香港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增強市民對國家的向心力 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都至關重要 她說兩地要達至順勢而為 除了要機制互通、民心相通之外 基建以致政策都必須貫通 至於香港應該如何對接前海 林鄭月娥認為 無論是政策、思維以及機制 都要用新的角度去看 首先我們必須要在空間要拓心 不要到了深圳河以南我就不停了 以前是的我們看不到深圳河以北是怎麼發展 這個必須要從空間上要個性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觀念也要更新 我們除了是一個服務提供者、一個監管者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促成者 必須要做一個推廣者 最後就是我們本身的機制也要各清 她又說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啟動 有利於香港金融業的發展 亦都有利於發揮香港作為國家金融改革開放試驗田的優勢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報導